你們知道的薑母鴨會不會是人肉薑母鴨 對 冰帳跟餐廳的部分是去拆來 不能混和一談說 吃骨頭拿來熬高湯 我們大概兩三個月前有來 expanded 然後那一次我們來是她不在 我去上課 是上什麼課 讀我們這裡高職的夜校 老闆娘方便說今年 櫃庚 47 還在讀書 讀餐飲的相關科系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動力 來自爸爸 他希望家裡有一個小孩是高中畢業 就是因為爸爸的一句話 對 他爸爸呢 去年死掉了 那時候是癌末 醫生說上六個月 然後爸爸感慨的一句話就報名了 老闆娘他去讀書 我如果是學生 就會被帶動 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對 反而我們這些大姐 能讓他們學習到 課本之外的做人處事 關心他們的所有事物 就像一個媽媽一樣 陪伴著我們一起 所以什麼時候畢業 六月吧 明年六月 畢業典禮 我覺得那個很感動 我覺得你如果包個油染車來 我會更感動 欸 想了沒 因為我要講的是老闆娘 還要事業跟家庭 學業 兼顧耶 那你老公給你什麼指示 要請不要打 打開沒好人 老公是不是潑他冷水啦 對 我覺得最大的支持不是我先生 是我婆婆 哦 所以先生沒有用不要聊他嗎 呃 他 我覺得還好 哈哈哈 老公是做什麼 祖傳的殯葬業 然後我擔任李醫師的部分 啊那李醫師 一般啦 這個人 怎麼樣 嘿 就是你 譬如說你躺在這個地方 哈哈哈 耶 耶 奇怪 明明就是一個姜母鴨店 然後再講葬儀社 哈哈哈 哈哈哈 會不會有些人覺得 欸那你 先生祖傳在做葬儀社 那你在開姜母鴨店 然後我心裡會覺得 怪怪的 怪怪的 對啊 所以 parte 我們知道的姜母鴨會不會是人肉姜母 欸 Chop 不會 不會 因為 該酒的公所都有登記號碼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比較人說 啊你們家就站一站 那一年好賺 啊你衝一下又去補一間 這模樣 欸上一次是很好賺的 欸沒有喔沒有 現在第一非常的競爭 第二流行越來越多 所以配備也要越來越多 以前可能十萬塊 但現在就要加值不加價 所以讓我佩服了 你一定要去體恤到家屬的心情 我覺得這是最難的 因為像那時候爸爸離開 然後我很怕我當時情緒如果不好 他可能講話一不注意 我可能就會有情緒 像你剛剛講的這句話就是 我需要學習的地方 因為我講的很快 所以有時候就會比較 在火花的時候 欸那還沒熟啦 就會比較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就會讓家屬覺得不舒服 喔 喔 要切嗎 加蛋嗎 然後我是問你說 火花要不要在這裡等啦 喔 要加蛋 波波可以來跟我們聊一下 欸 欸 波波妳好 妳好 來來來來來 妳跟誰是誰 我不知道 我這樣就有了 這是什麼名 波波 欸嘿嘿 我這樣就在看妳的節目 有一個話你一定知道 因為我來敞看 婆婆在幹嘛 她在喝58度的高齡 喔 有一個話叫什麼 買水 買水是為了愛情 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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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去 可基因 是不是 電視 這�婷 是 我 製